8月7日下午由新一轮菜线联合主办的电影《滚蛋吧!肿瘤军》的发布会在上海举行 票房女王白百合和导演韩岩一同现身 不过率先吸引眼球的并不是这两位 而是没有出现的一个人 当天的上海发布会上 导演和白百合同一身着电影的T恤和配饰上台 男主角吴彦祖则因为在美国拍戏没有来到现场 不过白百合和导演并没有打算放过他 这不大家眼中高大上的吴彦祖瞬间变成了白蠢萌 那个时候我们组里边不知道谁拿来了一包槟榔 他就走过来 他说是不是槟榔 我说对 他说有一个公司找我代言 我觉得好奇怪 为什么会找我代言 然后他说我能吃一颗吗 我说可以 他说这个是不是不能验 然后我说对啊我这个千万不要验啊 这不是往下验的 然后看他一边嚼一边往外吐口水 然后我说口水可以验 导演寒言透露在拍摄滚蛋把肿瘤菌期间 吴彦祖的母亲刚刚因为癌症去世 因此这部根据身患癌症漫画家熊顿生品改编的电影 多多少少触动了吴彦祖本人 事实也证明不少观众和媒体在提前看片期间 都比片中和熊顿有关的亲情 友情和爱情 哭成了类人 你不是我 你不会明白你对我的意义 爱和被爱 是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世界 非常好非常棒 然后看得我 看看眼睛都哭肿了 导演和白百合表示 并不是要刻意赚取观众的眼泪 他们更希望观众通过电影吸收点熊顿带来的正能量 除了电影本身 当天发布会的另一个焦点 就是白百合撞脸王洛丹的话题 就在发布会前一天的8月7日晚 王洛丹发了一条长微博 一来是宣布自己的团队从没有散播任何失恋33天 先找王洛丹而不是白百合的言论 二来他表示外界一直以来把自己和白百合放在一起比较 对他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有人觉得我们长得像 有人觉得我们戏录像 我们都是有内心骄傲的人 没有骄傲的人会愿意和另外一个人 摆在台面上被比来比去 对此把白百合在微博上也做了回应 他称希望大家关注各自的作品而不是比较本身 但巧的是滚蛋吧肿瘤均上映日期是8月13日 而同一天王洛丹的宅女侦探桂香也上映 因为我们知道8月13号其实还有一部新叫上 虽然就是白百合可能不想面对 但是还是是网络丹的鞋 我不知道你们对你们看 我们没有不想面对 好不要走 你们俩现在见面比如说会尴尬吗 有尴尬过吗 新闻在线上海新闻文章